夢幻牛奶浴要怎麼去呢 其實就是要穿越我身後 這一個往下走的一個泥泞路段 走三到十分鐘就可以到達 想要一探陽明山溫泉秘境 可不簡單 需要經過蜿蜒山路 碰上雨天 甚至還得一腳一腳踩進泥泞堆 才能到達 只是就算天氣狀況不太好 眼看天氣就要轉涼 還是有民眾不畏風雨來泡湯 經過十分鐘的路程 我們終於到達了 可是可以聞到一股濃濃的硫磺味 那在我身後呢 這一邊呢 就是這一處的下谷野溪溫泉的天然牛奶浴 遊客雨中泡暖呼呼的牛奶浴 還不時用手篷騎水 這處由高低時階交錯排列而成的天然 溫泉池 就叫做下漆谷野溪溫泉 牛奶色的天然泉水 附近白煙鳥鳥 搭配優美景致 宛如人間仙境 這也是陽明山國家公園裡唯一合法的野溪溫泉 冷天泡溫泉暖身是首選 因為六號晚間冷空氣就要南下 週末兩天冷空氣持續影響 北部地區低溫將下探十三到十四度 其他地區則是十六到十八度 直到八號氣溫才會回升 另外未來一週雨勢 七號也仍有零星降雨 八號九號兩天水氣增加 要留意十號以後 還會有另一波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東部山區要留意短暫雨 提醒民眾天氣轉涼 還是得注意保暖 三一新聞 謝文強 下方民臺北採訪報導